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步步惊心1980第一季第八集 这一天男子约翰开着车带着老婆沙拉赶去郊区朋友的豪宅家吃饭 路上也不知怎么的 两人正聊着天呢 约翰忽然发现车速莫名的变快 尝试着踩刹车 车子反而越来越快 眼看车子失去控制 紧急时刻约翰就示意沙拉把双手捂住头 以便做最坏的打算吧 好在拐了一个弯进入下一个路口 看着仪表盘上车速降下来 拐着方向盘 油门也恢复了正常 约翰长输了一口气 应该是正常了吧 即便如此 感觉这车也不能开了 万一再故障 风险也挺大的 约翰就把车停下来 拐到了路边 和老婆抱在一起庆幸一下 想想还是求助一下附近的人 要么修修车 要么和朋友打个电话说晚点到吧 没想到往前走着 看到一个废旧的栅栏门 再走一段路 一看这大门显然是一双房子呀 进去按了门铃 主人玛丽一开门 听到约翰刚说到我们的车坏了 玛丽瞬间就明白了 哦哦 车坏了想接电话用一下是吧 快进来吧 边进屋玛丽也边科普 这附近没什么修车厂吧 毕竟这里很偏僻嘛 我知道的修理厂 最近的也得是在30公里以外了吧 哦 电话你们随便用好了 大美女您进来跟我聊聊天吧 这么个情况 约翰就打电话 把情况反馈给了前面的朋友 晚饭估计过不去了 一番接触下来 感觉玛丽也挺热情的 这里客房也多 自然而然的 莎拉就决定晚上就在这里住一晚吧 只是和玛丽养的孩子们打招呼 这些孩子们似乎有点社恐 面无表情的样子 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还是挺让莎拉纳闷的 也不知道男友打完电话去哪了呢 之后莎拉就出来找找 刚走到一片树林 男友约翰就惊恐的跑出来 拉着莎拉嘴里还喊着 别回头看呀 就这么两人就跑回了豪宅 进屋关上门 约翰也慌忙的说着 太可怕了 我刚刚想上车去拿东西的嘛 一个什么玩意儿 我应该叫它生物吗 一个半人半兽的东西 它身上还长着灰色的毛 褐色的眼睛 就是这个外星人背后 偷袭我 吓死我了 约翰说的神乎其乎的 玛丽觉得你恍惚了吧 我住这里大半辈子 都没有见过什么奇怪的动物呢 莎拉也安抚着男友 没事的 说不定是一个梅花鹿攻击了你呢 行吧 晚上吃了晚饭 被玛丽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大房间 约翰和莎拉刚摩擦了嘴唇 准备深入的灵魂交流 敲门声一响 约翰开门一看 原来是玛丽的孩子们 在树林里玩耍的时候 帮忙去车里 把两人的行李拿了回来 约翰感谢着玛丽 关上门 莎拉感觉不对劲了 这些孩子们大晚上的跑去玩耍 找到我们的行李 难道他们不害怕晚上吗 约翰推演了一下也说不定呀 万一今晚是满月 外面比较亮呢 莎拉听后刚想拉开窗帘看一下 此时一个怪物在窗户对面 突然出现 着实笑的 莎拉尖叫了起来 约翰到窗前看看 再尝试开门 发现门被锁上了 再打开窗户 约翰觉得想顺着窗户下去找找 说不定就是之前 自己在树林里碰到的那个生物呢 说服完沙拉 约翰就顺着水管爬了下去 而这是上面的房门 被怪物打开 玛丽带着孩子们现身也 诡异的微笑着 约翰听到老婆的尖叫 再想爬上来拯救莎拉 一个不慎踩空 约翰自己就跌落下来 衰晕了 在上面的怪物 似乎对莎拉做了一些超人类的事情 哦 画面一转 在医院的病床上昏迷着 醒来后的约翰 原来就是约翰做的一个梦呀 莎拉也安抚着 约翰我们去朋友家的路上出车祸了 还好被好人给拯救了 哦 我没事的 我这伤比你轻多了 听着莎拉的话 约翰也感慨 就是个梦吗 有点太真实了吧 那个狼人一样的东西可吓死我了 就这样时间很快来到了一周之后 渐渐的约翰就发现也不知怎么的吧 和老婆莎拉的关系好像变淡了 莎拉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爱自己了 动不动的 莎拉就莫名的喜欢发脾气 但是也很奇怪 你要说做那个事吧 莎拉又非常的配合 而且很激情 次日上班在车上听到老婆莎拉言语中暗示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也是非常惊喜 晚上吃饭 约翰就和老婆莎拉探讨起了这个即将出生孩子的姓名呀 尝试着说着梦中豪宅主人玛丽以及那群孩子们的人名搭配 你看莎拉的脸色都变了 约翰一方面怀疑难道梦境是真的吗 一方面感觉气氛不对 约翰就停掉了话题 次日到单位一和同事说起这个事 同事觉得约翰你可小心了啊 别搞得到时候你老婆生下来的孩子不是你的 其实约翰自己的直觉也是这么感觉的 偶然间返回家 一接到电话 医生就反馈 你老婆根本没有来医院呀 想想难道这段时间老婆白天都是在撒谎吗 隐约感觉所有的答案可能就在郊区的那个梦境豪宅 开着车尝试找找 约翰就来到了地方 下车回忆着梦境 看到前面的栅栏 约翰就小跑了起来 其实前面等待约翰的是一个悲剧的结局 没有错 根本没有什么做梦 在豪宅碰到的玛丽以及一群孩子们的经历都是真实的 约翰那天在树林里碰到的就是一个狼人 那这个区域大概率就是狼人的隐居地吧 狼人看上了沙拉 那晚已经和沙拉进行了繁衍行为 只见一个农夫扛着锄头出现 敷衍着约翰 这里没有什么豪宅的 你搞错了 其实同步的沙拉已经在豪宅里把答应玛丽的事给做了 躺床上沙拉把杂交的小狼人生下来 在孩子们的围观下进行了某种仪式之后 沙拉虚弱的就挂掉了 看来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被狼人选中 强行和人类繁衍下来的呀 难怪这些孩子们都不说话呢 最后农夫也就是狼人也不想装了 眼见约翰也想明白了真相要走 狼人直接变身拿斧头就带走了约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